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大学到现在认输五年了 在一起也快三年了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可从毕业起 他开始变了 我是个农村孩子 家里口入大学生不容易 我只是想让我爸妈知道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不用担心我 可为什么他不能理解我呢 他越来越要面子 家里来的亲戚朋友就算没钱也要请客 我们的生活被他弄得一团糟 虽然我有时候做的事情有些过分 让他的生活也很困扰 但我已经知道改了 每一次他都说他会改 但还会出现下一次 我已经害怕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李23岁来自山东 兼职魔术师 女嘉宾小月23岁来自河南 幼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先生好 好 欢迎老魏 是大学同学是吧 对 我们是大学四年同学 然后大三时候在一起的 到现在三年多了 都毕业了是吧 对 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 现在就在天津 您是幼儿园老师 对 您现在是兼职魔术师 对 那个职是啥呀 就是兼职嘛 就是别的业务 就是别的也没有什么纸 那就是魔术师 对吧 挺好 今天为什么来呢 之前就是做过一些 让他不高兴的事情 然后想给他道个歉 然后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做了什么事让人不高兴啊 咋错了呀 就是之前我们 就是他每次都用他的钱 去撑他自己的面子 然后就比如说 他有亲戚朋友来天津玩了 他就全部都要招待 就是一般人来说 请别人吃两顿饭 什么的就行了 但他不是 就别人衣食住行 包括回家给孩子买的礼物 全是他出钱 等到那对亲戚朋友走了之后 自己根本没有钱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俩就一块儿 出来吃顿饭吧什么 他就不 然后我去他家一看 自己家吃了好几天泡面了 就是他现在希望 我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他 亲戚来都管啊 其实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只不过那个比较特殊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给我爸妈打过招呼了 然后我是农村出来的嘛 然后爸妈跟我到大城市上学也不容易 然后我就觉得 他都跟我爸妈说了 我肯定要招待好啊 那我也不能让他们觉得 我在大城市生活得不好啊 然后我爸妈也没面子啊 对不对 衣食住行都管是吗 就他们回去的时候 住 吃 还有带他们玩 我带他们去了 然后孩子的礼物嘛 就是也没几件 就是所有人家花的钱 他全都管 就是住宿也管 对 吃 住 行 包括给家孩子带的礼物 全都是他花钱 也不经常吧 不经常 什么不经常呀 还有前几次 就是他朋友来找他玩嘛 就是朋友来找他玩 出去吃顿饭什么 就我觉得我不会说这些 不让他去啊什么的 我就让他去了嘛 然后就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看了一个酒吧 他就非要带人去那酒吧 那个酒吧消费就挺高的嘛 因为我们毕竟刚毕业也没什么钱 然后去了一晚上花了好多钱 自己还是最后借钱 酒吧的钱还没有还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他太要面子了 就是我根本接受不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喜欢崩面是吧 对 根本不知道 今天几斤几两 这个事情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次不是因为我们 我们晚上第一次吃过饭 然后大家都挺开心的说 去一块玩玩玩 给他说了 后来就是钱花多了一点 然后就不高兴了 那是花多了一点吗 你所有钱都没有 还有借钱去接的账 最后账都没有接上 还是我去给你接的 这是花多了一点吗 那不是后来我都说 我要还的吗 挣了钱我不就还了吗 但是你去还 你还不了 还是我给你还 你说我忍心天 看你吃泡面吗 是吗 主持人 不管是这个 是吗 你问我干嘛呀 不是 你心疼他 他我不心疼 但是我是觉得 崩面这事我做不出来 反正有钱了请朋友 就吃大餐 没钱了就吃地摊 一样的嘛 心意到了就行了 对啊 但是我相信你有你的苦衷 是不是 对啊 刚才说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来这个城市了 要让别人感觉你混得好 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出来的大学生也不多 手指都可以数得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爸妈就我自己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 明白 如果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还让他们担心 那跟一个孩子有什么区别 对 其实我作为一个外人是理解 当然做他女朋友 肯定日子是不好过的 是吧 对你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 咱不说对朋友了 对你怎么样 好不好 他刚开始就是我们 因为大学就一直谈恋爱嘛 就还都挺好的 就是他也会变魔术 然后每到我过生日 或者节假日什么 他都会给我就是惊喜 就是女孩子看这些 都特别开心嘛 但是现在完全不会 就是我之前过生日 就是那是我毕业之后 第一次过生日嘛 就是我其实自己 还感觉挺重要的 然后他就在我过生日 之前把所有的钱 又借给了一个不熟的朋友 然后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说我们出来吃顿饭吧 他就说 就牛牛你也不出来 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呀 然后他也不告诉我 到最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他不给我过生日 就是以为把所有的钱 我借给了朋友 你说平时我也不要 他给我买什么贵重的礼物 什么的 我只是想说 你心里多在意我一点 但是这些他都做不到 我就觉得 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我们都刚毕业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大学朋友 他为了他的对象 然后去了上海 然后也没有钱 也要租房子 也要找工作 他给我说了 不能说不借吧 然后我就借给他了 他最后不是也还了吗 那我生日怎么办呢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那不是那段时间比较忙 然后我记得 但是就忽略了吗 所以你还是忽略我啊 你根本心里就没有我 这次就为这个事 吵架来这儿了吗 是这个吗 不是 不是 还有啊 就是有一次你知道吗 就有一次 特别过分 我特别看着我家里的那些朋友 因为我有一个发小 他第一次来天津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一块去吃饭 他也去了 然后他直接在我朋友面前说 有钱吗 就请客 就特别让我下不来台 之后我们俩就吵架 吵着两嘴 然后他就甩脸的就走人了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们有钱还不能让我说了是吗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这个朋友多重要吗 那你知道在他面前 他回去怎么说我 我过年的时候怎么回家 我说你两句怎么就不能回家了 他是我的发小啊 他是我回家的朋友啊 那是我家里的朋友 又不是在天津的 你的面子永远比我重要是吗 不是面子的问题 这是回家的问题行不行 回家之后怎么办 您等于是当着他发小的面 问他有没有钱 在饭桌上是吗 对啊 然后 但是我事后我去找他了 其实我在他朋友面前说 也是我挺过分的嘛 然后我就去找他了 然后找他的时候 他就是特别生气嘛 他就吼了我一顿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咱俩分手吧 他就同意了 他就竟然同意了 我本来想说 你哄我两句就完事了 他就同意了你知道吗就是 然后我就 他就是在气头上 他说分手我说好 就这样 所以你今天才来这儿了是吧 对 就你不想分是吧 后来想就是觉得 也是当时都在气头上 然后就有点 不是 我觉得像您 这么要面子的人 说出去的话 一言一丁啊大男人的 分手就是分手啊 对不对 但是他对我挺好的 我知道 不都分了吗 但是我觉得他会理解我 我不理解你 来来来 不生气不生气啊 在平常的日子里面 他是对所有的人 都这么要面子吗 还是只限于 对老家来的亲戚 哇 所有人都是这样啊 家里来人他要面子 我也能理解 但是平时也是 就比如说 他朋友过生日什么的 他都要就是 请人吃饭 给人发红包 所有的都是 每个月根本剩下 不来多少钱 然后自己再回家吃泡面 他每次都说理解 但是每次都要跟我吵架 老家来人我可以理解 这天津的这些朋友 为什么也是全你来呢 因为我们 其实也不是全我来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 这顿你请 下顿我请 就是这样轮流嘛 只不过就是 他觉得我请的 次数比较多而已 那你是不是多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 是不是稍微多一点 对 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嘛 因为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生活费 都是靠我在外面魔术演出 挣来的 相当于他们来说 就比较多一点 他其实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根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然后来一个人吧 只要说 哎呀你在这儿 变魔术挺好怎么怎么样 他就自己飘上天去了 然后就随便花钱 别人只要夸他两句就花钱 夸他两句就花钱 那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基本上也没有瞎花呀 你知道你自己 挣了多少钱吗 你为什么非要你的面子呢 我问问啊 对你好吗 姑娘 就这么要面子一个男人 对你好吗 关键是 之前都挺好 但现在就是 我就是理解不了 他这种行为 我就觉得 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两个人 想想挺可怕的 你说万一结婚了 星期来了住你们家 吃你们的 用你们的 然后发小的孩子再来 再给点 想过这问题吗 那该招待的也应该招待吗 该招待的 这是人之常情嘛 对吧 那基本上都是朋友啊 你刚才注意他说一个重点了吗 他说你吃泡面我多心疼啊 你想过这问题吗 我想过那不是 那但是 这么问你 你女朋友除了在 你要面子这个问题上 不给你面子之外 对你好吗 对我还挺好的 挺好的 对 他会不会偶尔也会支持你要面子 比如说你还不上钱人帮你还 会 但是刚开始还好 在学校还好 那后来出来之后就是觉得 那为什么在学校还好 毕业之后他就觉得不好了呢 因为毕业之后可能找工作 租房子 发销大了呀 然后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他呀 虽然已经分手了啊 这事就想想啊 这个我想就是先挣一些钱 然后再去 这就挣多少钱开始娶他 就最起码 就是能够我们两个生活的 这是多少钱就够你们俩生活了呢 这个没想过 你看 女生大概是着急这些吧 女生已经开始考虑未来了吧 对呀 所以你觉得 这么一个男人怎么嫁他 是不是 对呀 就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想分手吗 这是生气的吗 这个好像像一个老话题一样 就咱都会遇到这样的事 来点亲戚 来点朋友 到底怎么处理 怎么接待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面子是别人给的 脸是自己正的 没有面子的人 才会死要面子 没有什么要什么 没有什么显摆什么 只有没有的人 他才会要彰显 你看 我有 我过得好 为什么 自己心里的卑微与自私 你说 你带着哥们去喝酒 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花了那么多的钱 老家父母就不担心了 难道你请他们去吃一顿 普普通通的饭菜 爹妈就觉得你过得不好了 并不会 完全是你自己 没有这样的底气 而又想要证明这样的底气 才会做出的选择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说男人 放下面子的那一刻 他才是真正的懂事 怎么样接待老家的那些亲朋好友 就灵固友呢 力所能及 兜里揣着多少钱 咱办多大的事 谁也不用笑话谁 因为谁都不容易 再来说说女生 她要面子 活受罪 是她的不对 但是你知道她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吧 你今天让她的面子碎一地 这个事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呢 我就是想让她认清自己 就是想让她碎一地 对 你不心疼她了 她吃泡面你心疼 她今天自尊心 受到挫折你不心疼了 做女人 同样也要有情伤 她好这个面子 咱多多少少就给她点 有事咱回家关起门来说 不光她有错 你同样有错 尤其是在你啊 以后不能光对外面的人好 对自己老婆更要好 不能光把钱借给外面的朋友 而不记得她的生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所以希望你们两个 能够捡起面子 顾好礼子 收拾收拾 好好回家过日子 祝你们幸福 其实两个人啊 都是要面子的人 咱把话说回来 因为你的工作是魔术师 但是除工作以外 希望你能对小月 在生活当中 也有魔术师的那一面 经常给她制造一点 小惊喜和小浪漫 但是同时呢 小月也希望你在生活当中 对你的另一半 也能像幼师这样 给她更多的关怀 然后呢能够慢慢地 听她为伟道来 其实说白了 两个人是非常相爱的 如果不会相爱的话 就哪有这么多的恨呢 好好的啊 都好好的 二位好啊 在我看来 成长环境的不同 造就了你们现在 观念的冲突 多年轻松环境的 对 我想尽管她 是不是 为什么 真的是 真的 在我看来 有什么 你们 我 最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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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得起朋友吃一顿饭 让老婆在家吃泡面吗 那叫要面子吗 这样的男人是最没用的 你是个学生 你按道理来说你去演魔术 挣一些生活费 这是很励志的 但你入不敷出 没有这样的能力 偏要挣那样的面子 要那样的脸 去请别人吃饭 把自己口袋里掏空 然后让自己的女朋友贴钱 来替你还债 你觉得你有面子吗 今天是个非常好的开始 将来有几分钱 就花几分钱 如果还有一些朋友 硬要拉着你吃饭 那这样的朋友就不要交了 那都是盯着你兜里的钱的 说来也奇怪 一个特别要面子的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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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动点脑子吧 我觉得不影响你们的爱情 接前一起进行真情60年 我知道以前做了很多 让你不高兴的事情 可能我做的有点酷 我会尽量地改正 希望你能够理解 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没有不理解你 我只是希望 你可以多考虑我的感受 也多考虑我们以后的事情 然后你想要面子我也会给你 但是我希望能有一个度 而不是你每次 都像原来那样 行 我尽量做到 咱们两个一块成长吧 行了 亮灯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就是生活里面的事还挺有意思 就是看起来特别小的冲突 来 请关门 但是你仔细想 如果这个冲突解决不好 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这一对是有很深的 那个感情基础在这儿 所以才这样 但是我还是担心 如果男生处理不好这一些问题 未来即使他们真的结婚了 有家了 可能麻烦会变得更大 所以核心的关键是 女生接不接受 男生的这种思想意识 这种观念 如果接受了观念 怎么在这个基础上是改进 那才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来吧 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呢 他来到我的家乡 我们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小饭店 在这个期间呢 让他受了不少委屈 我自私不理解他 总是对他发脾气 他呢是一个不爱表达的人 有什么事情都压着不和我说 现在他爆发了 承受不了了 他要离开 我想要让他给我一个机会 他走了我会每天都会后悔 我们俩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容易都走过来了 我希望他能明白我的用心 我不想放弃他 我该怎么做 我想告诉你的是 日积月累的委屈 比突然爆发的情绪更可怕 没有沟通的情侣 注定感情不会长久 所以要想挽回 先从沟通开始吧 祝你幸福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